至于舒澳在有了梅基大水灾的惨痛经验后 每次台风来,国军就会派出水陆两用战车来进驻公所 以备不时之需 而镇长林腾黄除了表达感谢以外 也强调公所已经准备好了 各里都有社友广播 随时通知李明台风的动态 从台麦德姆来势汹汹 南方渔港的渔船都躲进港内来避风 将港区集的水泄不通 成为台风时的特有景象 观光盛地的内皮海湾也掀起了滔天巨浪 暗行人员也拉起了封锁线禁止游客进入 以确保安全 而国军也派出了两辆水陆两用战车进驻公所待命 以备不时之需 让镇长是非常的感谢 它是适合在两期登陆作战来使用 在救灾的时候可以对比较淹水积水的地方 可以做救援的任务 非常感谢我们国军弟兄的一切防災 救災的装备 我们医治兵力从早上八点前面来进驻 也呼吁我们各位乡亲 对于台风来袭的自己家里 以及周遭环境的防灾 主要非常充分的准备 镇长也表示公所防台准备工作都已经就绪 而个里也都设有广播器 随时通知里面台风的动态 以及避难措施来减轻灾害 过里都有受住防灾专连 尤其现在我们过里都有广播系统 我们都随时把台风的信息 广播给我们前阵的行情能够得到 希望他们治愈防范台风的来袭 那么我们公所也 跟我们国军弟兄 还有我们消防单位 都有充分的准备 伊兰新闻记者时事明采访报导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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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